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概况 在今天上午8点钟的时候 起跑仪式在山东省体育馆举行 奥运圣火在济南传递的全程为13.5公里 一共是有243名火炬手参加今天的传递活动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有众多的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以及体育界的名人参与其中 在上午11点的时候 奥运圣火到达了济南高新区 在欢呼声和鲜花骑士的簇拥之下 跳水名匠郭晶晶还有王峰 铜池火炬共同点燃了圣火盆 北京奥运圣火在山东境内的传递成功落幕 那么说到今天火炬传递的精彩看点 稍后我们为您详细介绍 今天的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 还有16天的时间 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45天 下面我们来浏览一组奥运快报 国际奥委会所有工作部门 在奥运会期间的办公用力 将主要由北京五家饭店负责 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奥运会赛时重要的非竞赛场馆 23号 以这五家饭店为主的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场馆 正式进入赛时运行状态 他们分别是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莱佛市 贵宾楼饭店 北方家院饭店和力亭酒店 此外北京饭店二期办公区和华龙街服务区 也是奥运匹克大家庭饭店场馆的成员 269名工作人员 1700多名志愿者和安保交通团队 将为宾客提供24小时的职守服务 包括注册一对一陪同交通等12项内容 北京奥运会第四阶段门票销售25号即将启动 本轮将销售82万张体育比赛门票 涵盖500多个比赛场次 在此期间公众可以在每天9点到18点通过现金或Visa卡 在场馆周边的销售亭排队购票 为了使更多人有机会购到门票 本阶段每人每次只能选择购买一个场次 最多两张体育比赛门票 北京奥运会可销售门票大约有700万张 在前三个阶段的销售中已经售出600多万张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国际田林大奖赛斯德哥尔摩站拉开站幕 古巴小将罗伯斯在男子110米兰的比赛中再度夺魁 他的成绩为12秒91 这正是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冠时所跑出的成绩 此外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 两名亚买加选手鲍威尔和博尔特两人 为到场观众奉献了一出经典对决 鲍威尔以9秒88的成绩夺得冠军 而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 以0.01秒之差区区DR 至于香港奥运马术公司套路 26号第一匹奥运会赛马和240名运动员将抵达香港 公司已经安排600辆巴士 用来接赛运动员观众和嘉宾 往返比赛场地 同时深圳罗虎桥铁路口岸 以及港铁站和奥运村等地都将设置安检 这些措施包括严查出入境货运列车和国际邮政列车 还将查验随车人员 列车押运员 以及货境工作人员的证件等 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继续我来看一下在济南传递的过程 四面荷花 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这是济南的城市特色 济南也是素有全城的美誉 因权而天下闻名 今天的北京奥运圣火来到了全城的传递 最大的特色也就是体育气息的浓厚 我们看一下除了有多位的体坛名将参与今天的传递之外 今天的火炬传递的起点 是设置在了下一届全国运动会 也就是第11届全运会的主会场 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馆的北广场 2009年的10月份济南将会迎来 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后的第一个全国体育圣会 全城济南在吸引奥运圣火 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同时 也在为第11届全国运动会做着精心准备 而作为一座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济南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 就是远远流长的民间文化艺术 在早上8点10分 几百人跳起了狂犷的古兹央格 敲起了震天的锣鼓 将火炬传递现场的气氛 绚然得十分热烈 古兹央格最初是发源于济南的山河县 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 是民间为了庆丰收而再歌再舞的一种艺术形式 每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呢 是古兹央格演出活动的高潮日 央格队伍非常的庞大 像伞 鼓 棒 花 人物齐全 扮相俊秀 微妙微笑 目前已经被列入了 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奥运火炬在全城济南的传递 也是云集了众多的体坛名人 比如说今天的第一棒火炬手 就是前国家男子篮球队的主力 现任山东南篮的主教练龚小斌 作为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的助力教练 他对中国南篮北京奥运会的分组 严峻形势也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南篮虽然在奥运分组不利的情况下 有一些困难 我觉得大家全力上下应该说 都是比较有信心 克服困难争取打出好的成绩 让国人满意 另外呢 多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火炬手 也是格外的显眼 大家看这位是雅典奥运会 女子长讨冠军行会难 这一位呢 是悉尼奥运会举重比赛的冠军林伟宁 而这一位是平台名将乔云平 还有就是著名的体育记者徐继成 另外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李金宇和李肖鹏 也在火炬手的队伍当中 另外呢 还有很多朋友感到可能有些奇怪 就是今天的传递过程当中 还有好几位跳水世界冠军的身影 有奥运会跳水冠军吴敏霞 还有最后一棒火炬手郭晶晶和王峰 虽然他们都不都是山东人 但是呢 中国跳水队却和济南是颇有渊源 因为中国跳水队的训练基地就在这里 他们目前呢 就在济南全力备战北京奥运会 而随着他们点燃了圣火盆 北京奥运圣火在全城济南的传递 也是圆满的落下帷幕 好 圣火盆已经雄雄燃烧 我们来说说济南 济南呢 是以全城而闻名于世的 自古就有泉水甲天下的美誉 家家泉水户户垂扬的概括 倒进了济南作为全城的神韵 而曾经任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的老舍先生 也在自己的多部作品当中不惜笔墨 对济南的泉水是用心描述 那么今天呢 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泉城 来感受那泉水当中流淌的文化 这三股奔流不息的泉水 名叫暴突泉 它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称 也是全城济南的象征 济南一直被称为泉城 泉城里究竟有多少泉呢 清代小说家刘厄曾在老残游记中 用家家泉水户户垂扬来描述当时的风貌 也有人总结出济南有72名泉的说法 而最新的调查显示 仅在老城区2.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就有名泉136处 连同市郊和市县所辖的名泉 总数达490余处 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这里是位于济南市中心的黑虎泉公园 每天一早能看到很多市民 提着大桶小湖从四面八方赶来取水 黑虎泉是济南四大泉群之一 其水流湍急 生如虎巷 所以古人以黑虎为其命名 黑虎泉的涌水量在雨季达到每秒474升 在济南泉水中位列第二 仅次于暴突泉 为了让泉水能看也能用 市政府专门在这里设置了取水点 每天来这里取水的人络绎不绝 很多外地人也参与其中 体会一下全城人的惬意 这就是刚刚从黑虎泉当中取出的泉水 水非常的清澈 那么在家家都有自来水的年代 这样的体验还真是非常的新鲜有趣 那么对于从小喝泉水长大的济南人来说 引用泉水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刚刚来到这个城市的人来说 喝上一口甘醇的泉水 才是真正的品味到了浅诚的味道 在济南人的生活习惯中 泉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刘延广是当地著名的评书艺术家 闲暇之余 他经常在泉边品查听泉 泡上一壶茉莉大方 老济南人与泉水的感情悠然而生 你要说济南的水就是济南的灵魂一切都不错 你过去现在你是看不到 过去你见得像这个爹去冒水 家家都有小池子 你挖不狠身就有水 从小再说这个水很好 他喝着好喝 我要出发的时候 出发三天五天可以 你那个浆水那么好喝也不行 我上南方去 我待半个月一个月回来以后放下行李 我先喝水 这是济南这个水啊 水就特别好 今天的济南处处充满了现大的气息 而一转身走进街巷深处 呈现在眼前的却是另一番途径 在这条名叫取水亭街的巷子里 一条溪水流淌而过 这溪水正是由附近的泉水汇集而成 这里流水重重 垂柳依依 时光也仿佛停下了匆忙的脚步 走进济南的街巷深处 你会发现这个城市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边是自家的院落 一边就是轻轻流淌的泉水 泉水滋润了济南人的生活 也让这个北方城市 具有了和江南水乡同样的温润和灵动 除了取水亭街 往府池子街 起凤桥街也都有泉水 人们用自家院落边的泉水 洗衣洗菜 与泉水相生相伴 我们来到启凤桥街 走进一户泉水人家 周阿姨一家从祖上至今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整整四代 院子里有一座深深的泉池 泉水是附近珍珠泉的水系 用自家院子里的泉水 这在外人看起来近乎奢侈的生活 周阿姨一家却以司空见惯 我们家基本上是加点水 加点泉水 这泉水您平时喝吗 平时喝 您能洗脸啥用 洗脸就是 我洗菜洗碗 我都洗这水 周阿姨一家和生活在这里的很多人一样 喝着泉水 听着泉声 走过了年年岁岁 他们对泉水倍加呵护 一代代爱泉吸泉 为了留住泉水 当地政府也使出了十八万五亿 隐皇保全 风景保全 地下水回贯实验等等 近几年 单市政府投入的旧泉资金 已达二十多亿元 因为泉水的滋润 济南这座城市 保持着千百年来的灵气 拥有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诗情画意 今天正在建设中的奥提中心 也被设计成东河西柳的造型 2009年 第十一届全运会将在济南举行 奥提中心所在的东部燕山新区 将成为蔚来济南政治 文化体育的中心 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全城人眼睛张望着蔚来 同时欣赏着脚下的泉水 保持着古朴内敛的名士风范 入夜时分 杨柳岸小风残月 宝都泉北面的乐园堂里 山东情书唱得热闹 观众听得入神 一唱一鹤 不亚于老残游戏中记载的 大名湖畔 白妞黑妞的古书绝调 家乡泉水的美好 曲艺家们唱也唱不完 全城人听也听不倦 摔跤啊 这是济南人喜爱的体育项目 在民国之前 山东人摔跤呢 土名叫做摩尼球 因为对摔的时候不穿胶衣 所以出了汗之后 上肢和躯干都非常光滑 难以抓握 就得了这样一个名字 如今呢 济南的摔跤运动 已经是名阳中外了 济南也有胶成的美誉 这是电视连续剧《交亡》的一组镜头 电视剧《交亡》反映的是 康日战争初期 济南的刘学洞 凭借自己练就的高潮摔跤记忆 凛然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或许因为这部剧的编剧张建广 是济南人 从小也跟名师学过摔跤的缘故 所以塑造的屏幕形象鲜活 不仅让观众了解了 济王的传奇故事 也让人们认识了 济南作为交城的一段历史 这是在济南的新城社区 这里进行的是一场摔跤表演活动 选手主要是这个社区 摔跤俱乐部的成员 而观众全是社区经营 像这样的比赛和表演 在济南市许多单位经常进行 这位就是社区当家人刘雨昕 老刘出生于武术世家 父亲刘广生曾详遇交谈 子称赋业 刘雨昕也迷上了武术摔跤 练就了一身功夫 为让摔跤这一项目发扬光大 他在社区成立了摔跤俱乐部 建立了摔跤训练馆 是不少居民也喜欢上了摔跤 这位老人叫郭兴露 今年67岁的郭老 从小就跟随父亲 苦练武术和摔跤 1959年入选山东省摔跤队 曾多次参加省及全国比赛 身受不凡 1962年转为教练员后 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交谈高手 这其中包括十多名全国冠军 三十多名全国运动健将 摔跤活动的大众参与 有力促进了这一项目 竞技水平的提高 这几年 济南的选手参加全国及全省比赛 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好 至此奥运圣火 在山东省境内精彩分成的传递 已经结束了 7月24号 火炬将会暂停传递一天 我们跟着生活看中国节目 将会为您奉献一期特别节目 我们来具体说说火炬 因为从2005年年底 征集开始到最终的发布 北京奥运会的火炬祥云 是从无到有 从完善外观到优化燃烧技术 在这期间都经历了哪些曲折 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会为您揭开 祥云火炬背后的秘密 好 各位观众 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